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感动 作者 拈花惹笑 博奖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 千雪 独家出品哦 第155集 湛青城对眼前这个女人 可以说 已经厌恶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过现在 他没有任何心思理会她 当然 放了过去 他也不会有任何心思 见她转身就走 一路风尘仆仆的容皇后 立即追了过去 阿九 滚 湛青城长袖一服 皇后只觉得一股致命的寒气扑面而来 她心头一慌 立即脚步一措躲了过去 看着湛青城快步走远的身影 容皇后心里其实是绝望的 但她还是对她保留着最后一点期待 阿九 我千里迢迢从皇城追到宁城 再跟着到了南门去找你 你却一再不辞而别 现在 我千辛万苦从南门赶回来 就是为了尽快来见你一面 而你 她的脚步并没有因为容皇后的话而有所停顿 容皇后又急又气 快步追了过去 却不敢靠近 阿九 你果真要对我如此无情吗 龙武院的院子里多的是路过的学子 看到皇后娘娘如此追着九王爷 不知道该不该过去行礼 不过 看样子两个人现在都不在意什么行礼不行礼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她们实在是太怪异了 这是皇后娘娘想要倒追九王爷的意思 虽然九王爷真的长得倾国角色 可这终究是个男子 一个女的追着一个男子实在是荒诞至极 最重要的是 这女人不是什么单身姑娘家 而是一个有家有儿有夫的老女人 啊 真的是个老女人 看着都能当九王爷的娘亲了 竟然还能做出如此不要脸的士枪 学子们以及侍卫们 一个个低垂脑袋不敢直视 事实上都在万分关注着两个人的一举一动 可惜 九王爷似乎对荣皇后 真的半点情分都没有 不仅没有因为她的呼唤停下来 相反 越走越快 让人出门 去寻找那丫头 有消息立刻告诉我 她朝身边的玉京风道 也不知为什么 总觉得心头隐隐有几分不安 一种莫名的不安 是 玉京风喊手后 快步离开 对于跟在九王爷身后的南门戎 玉京风除了厌恶 也只要厌恶了 这个女人 真的是阴魂不散 仗着自己手里有实权 竟然可以放肆到这种地步 放眼古今 还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南门一族 实在是太有恃无恐了 阿九 南门戎 终于追到战青城的身后 他咬着唇 指尖不断地在颤抖 对战青城 虽然说不出的包容 但 这已经是他包容的底线了 阿九 我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前问你 你到底愿不愿意 与我在一起 周围远远躲开的人 又是一阵震撼 就连额角都忍不住冒着冷汗 不是因为惊慌 而是 连他们都觉得 要为他汗颜 战青城终于停了下来 回头看着站在自己身后不远处的女人 谋色一如往常 淡漠 疏远 清冷 外加几分厌恶 你是本王的皇嫂 对本王说这种话 你不知羞耻 本王却怕你玷污了本王的声誉 阿九 你从来不在意世俗的目光 你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阿九 只要你答应 我什么都可以为你放下 我连皇后的身份也 你这个皇后的身份 在本王眼里不知一提 本王看到你只会觉得恶心 你 南门戎怒血攻心 气血翻腾 差点忍不住张嘴 一口鲜血涌出 阿九 别以为本宫喜欢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 本王不需要你喜欢 你难道不知 你丑陋无比吗 这次 湛青城真的要走了 他从来不是个喜欢说气话的人 但这一次 皇后确实让他很生气 当然 他气的不是这个女人本身 而是气他的丈夫 当今圣上 启文帝 一个连自己妻子都管不住的男人 哪来的能力去管理一个国家 被牧国交到这样的人手里 能有什么出路 两夫妻 简直都是让人厌恶至极 斩青城 你竟敢如此公然羞辱本宫 就不怕本宫十万大军将你九王府移为平地 南门戎这一次是真的绝望了 他以为九王爷至少对他有那么一点情谊 可他竟然说他丑陋无比 他怎么能忍受 怎么能 就算再喜欢他 那也不能容忍他这般对待自己 来人 给本宫将九王爷拿下 他怒道 身后跟着的一行人 立即闯了过来 但却没有人 真的敢去动占青城 这里 是九王爷的地方 政军院里全是九王爷的人 他们在这里根本就是势单力薄 那就更别说 九王爷本身就是个武功极其高强的人 便是单单九王爷一个 他们也拿不下 皇后 是有轻重 圣上已经派人催促过多次 让皇后回宫面圣 皇后 不如我们先 放肆 这里几时轮得到你说话 南眉蓉一掌扫了过去 将说话的宫女直接推倒在地上 他盯着战青城的背影 眼底染着怒火 这场怒火是从未有过的猛烈 为了阿九 他已经做了这么多 可是这个男人竟然真的毫不动容 他最受不了的是 他竟然说自己丑陋无比 他要将他逮回去 押回自己的地方 他要他低头 要他向自己认错 要他承认刚才那些全都是气话 要他承认 他喜欢他 战青城 不许走 呼的一声 南门蓉一跃而起 五指成爪 以最强悍的力量 向战青城尖头抓去 保护王爷 容武院的侍卫 立即上前 但因为眼前这个女人 是当今皇后 又是个女人 护卫起来 还真的是有点 投鼠忌器 却见战青城 忽然停了下来 回头看着 扑向自己的南门蓉 长下猛然蓄力 院子里 一道修长的身影 闯了进来 急道 母后当心啊 可这一声提醒 已经来不及 轰的一声巨响 战青城一掌 落在南门蓉的胸口 南门蓉 犹如断了线的风筝 一瞬间飞了出去 啪的一声 落在地上 口吐鲜血 再也爬不起来 看着转身 无情离开的战青城 他眼底 全是不敢置信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